今天我们来讲一下正手攻球 首先看一下站位 两脚站开 比肩稍微宽一点 左脚在前右脚稍后 身体的重心略向前倾 那很多人打球的时候 这个重心其实是放在后面的 是吧 放在屁股上面 你看有的是这样 站着 这种站位呢 就好像是蹲马步一样 但其实乒乓球不说 像蹲马步重心放后 重心要靠前 所以呢我们在压低重心的时候 这个膝盖 是吧 身体 膝盖弯曲后身体要往前 稍微倾斜一点 有的人说这个重心啊 要在脚前掌上 这个描述其实也不是很正确的 其实我们的重心在哪里呢 靠前以后 稍前倾以后 重心在我们的 你看这是身体啊 一身体 然后我们身体的这个腹部 往下的延长线 指着地面 对吧 重心在这个位置 腹前方 也可以说在两脚 连线 的这个位置 所以有的时候 很多人打球 就是教练说 靠着脚前掌 那造成什么问题呢 两个脚后跟就 抬起来了 对吧 他说放着脚前掌吧 自然的脚后跟 就会抬起来 抬起来以后呢 打球就会不稳 那对初学者而言 我们是不要求说 两个脚去转动的 双脚抓踢抓稳 这样才能保证 我们下肢的稳定 下肢稳定了以后呢 打球的时候 上肢才能够更稳定 好 这是讲的站位 再来讲一下 我们常讲的 这种攻球 要以腰带手的问题 其实很多人 刚开始的时候 是不会转腰的 那如果教练员 一上来说 你要腰带动手臂 他都不知道腰在哪 是吧 更别说带动手臂去转 那我们初学者 要他体会说 腰带手的感觉 怎么做呢 首先 把身体站直 站直体会一下 手臂打开 不要动 然后让身体转 转动起来 这个时候 你看教练就要说 你身体转的时候 是不是手臂也在跟着转 这个叫腰带手 所以让他理解是 手臂和身体 它是连接到一起的 所以身体转 手臂也会转 那教这种攻球的时候 很多初学者打球 只会手臂用力 打的时候成这样 身体完全不转 那体会到这一点以后呢 刚开始练的时候 教练可以说 你手臂不动就行了 不要动手臂 然后身体转动 从右向 左这样转动 手臂完全不动 你可以看到 这个动作基本上 也完成了60%以上 对吧 让他体会一下 好 他体会到了身体的转动 带动手臂以后 你再告诉他 前臂稍微的收拢一点点 怎么来形容呢 就好像敬礼一样的 对吧 升国旗敬礼 大家都会啊 敬礼一样的 但是呢 我不是向 这个位置 向前敬礼 收拢一点点 在额头的前方 视线的正前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欢迎订阅 感谢观看